台南外海逮到偷渡客 工作人员全副武装倾销 带回船上11人 其中还包括了8名偷渡客 现在基因定序出炉 筛检阳性的6名外籍人士中 有两人是Delta病毒 基因定序这个是Delta病毒 那所以是非常惊险的 也谢谢海巡弟兄 真的是让人捏把冷汗 这一群偷渡客 感染了穿难力强的Delta 即使阻绝在外海上岸后就被隔离 但是过程接触过的人压力都很大 这两位的外籍人士 目前都住在负牙隔离病房治疗中 那状况也还良好 那其他有接触的这16位 我们会再定期的做一个二塞 原来追销人蛇船 20日上午海巡单位在安平外海 发现他们登船检查之后 发现除了三位合法的船员之外 还藏有8名的偷渡客 这些人来自于印尼和缅甸 经过筛检6人徐洋性 第一批基因继续出炉 两人是传染力强的Delta 另外四人还在理清中 市场黄伟哲一度震怒 因为要是真的让他们偷渡上岸 传播出去后果可能会更糟 渔船上来进行操作渔货的动作 那这样子这个感染源就散播出去 再传播给其他的合法船员跟移工的话 那不是变成另外一个大爆发 目前除了11人被隔离之外 当天登船搜索和船只靠按清销的人员 一共16人也被匡列筛检 虽然初步都是阴性 但是解隔时还要再筛 所有动作谨慎小心 要确保阻绝在境外的Delta 不会趁夕入侵 三连星王少女俊荣台南报道 现在我们下车站在境外